感受一下仰光观音古庙 我们华人特别喜欢过来的 一百多年的传统的历史 保存特别好的古建筑 一般人到了仰光都会去观音古庙 因为它就在仰光河的江边 这是今天8月5日 在仰光毛淡棉公路 中间的位置是位于碑林 这个地方的道路已经被洪水给淹了 过往的车辆特别困难 很多小轿车都过不去 据当地的司机也表示 到妙瓦底镇的很多的公路 也出现了三里滑坡 过往的车辆要注意安全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 对缅甸军事集团控制的两家银行 缅甸外贸银行MFTB 和缅甸投资银行MICB 制裁于今天8月5日 就已经开始生效了 虽然是在6月21日 美国政府正式宣布 对军方控制的两家银行 进行制裁 虽然6月份就被列入了黑名单 但是由于这些企业与美 可能还有未完成的业务 所以给了他们将近不到 两个月时间的一个缓冲期 这两家银行都是军方的中流砥柱 这次制裁会造成他们特别大的困难 其实从6月21日开始 军方对这个事情就是特别的恐怖 现在终于变成了现实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马修米勒 在声明当中也说到 这两家银行向缅甸提供石油天然气 还有帮助这些从宝石其他矿产资源 找到了大量的外汇收入 马修米勒随后也表示 公司将受到严控仔细的监控 看看能有哪些公司 以这些银行有牵连 如果被发现 那就会采取更严厉的制裁 现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 参与了对军方的制裁 这就是现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 2023年的8月5日 缅甸战况第196集 我们看到我背后的照片 现在PDF的武器升级越来越快 你看这名战士 头上还带着摄像机 还在艰苦训练的PDF战士 无论下着大雨 这就是风雨无阻 这就是克伦民主联盟 KNDO第八营 他们的无人机编队 我们看一下他们是如何操作的 一些现场的视频 感受一下他们的飞速的进步 事业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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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都发生了 业都发生了 事业都发生了 据到街橋里 好行 事业都发生了 在快速 老闹 老闹 牛业都发生了 身材 都发生了 杀子 都发生了 什麥 我们首先分享一个重要的数据 就在7月1日至31日期间 克伦民族联盟第六旅的辖区内发生了66次的战斗 打死了95名军人 包括两名连长一名少校 造成了89名军方人的受伤 也其中包括5名上尉和一名连长 克伦民族联盟这边牺牲了3名战士 29人受伤 3名平民上升 1人受伤 军方对第六旅的辖区进行了6次的空袭 发射了53发 炮弹 我们通过一个点的详细的数据 能看到军方和PDF之间的战斗的伤亡的具体的比例 能感受到军方已经无路可退了 下一期战斗是从7月29日到8月4日 时该当地的人民国防军 叫马虎拉LDF部队 军方的50多名军人进行了这6天的战斗 打死了5名士兵 击伤了3名军人 PDF正面也有一名战士牺牲了 下一期事件是在夏缅甸 土瓦8月1日晚上7点30分左右 在土瓦镇人民国防军的联合部队以轻重武器 像土瓦就是达威扫瓦村附近的军方的尾军 就是标缩体发起了进攻 具体伤亡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但是人民国防军又安全的撤离 其实在土瓦就是达威这个地方 军方已经就是几个小的据点了 大部分地区也逐渐的解放了 下一期事件是发生在十该8月4日下午 一支由恐怖的军方的西北司令部的部队 通往十该的布达林市的道路上 遭到十该地区的匿名英雄的 人民国防军的地雷和轻武器的袭击 造成两名士兵的死亡 四人受伤 下一期事件发生在马规的闽镇 是从8月4日的上午9点20分开始的战斗 到晚上11点结束 十该和马规的联合部队使用了40毫米 60毫米 80毫米 和4架无人机 袭击了军方伪军的营地 其中这些40毫米 60毫米 80毫米的多管火箭发射器 可以安装在汽车上 并且发射 造成了伪军的多人的重伤 可能也有人去死亡了 但是更详尽的数据军方都没有报道 下一期事件8月4日晚上10点左右 在缅北的重镇 木解驻扎在木解105处的恐怖的军方 向村庄发射了重型武器 导致当地的人们纷纷逃离相对安全的地带 现在缅北也是越来越动乱 下一期事件就是发生在8月4日早上的8点30分左右 在石改省的英马滨镇 青敦河大桥西端附近的叫做随道抠 是一个军方的检查站 这里驻守的有8名警察 他们正在向过往的车辆收受贿赂 遭到了人民国防军的皇家龙骑兵MRDA部队突然的开枪袭击 最后造成了3名警察的失望 4人重伤 总共就8个人 7个人 快报销了 这是在8月4日 在石改的某地 这个解放区 更多的群众也聚集起来 我们看到解放区越来越庞大 这背后的照片就是仰光的慈善组织 克林仰光 又在做好事 我们在分享一些好人好事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继续的点赞 提论短发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电影发生的真相 我们下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